因为我们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国家嘛 不同的文化 因为摩洛哥是伊斯兰国家嘛 他们不吃猪肉 然后每天我们只能吃牛肉羊肉 然后一开始我们还在城市里面拍 城市里还有一些 比如说商场啊 或者是餐厅啊 到后来我们一共换了四五个地方吧 然后每换一个城市 就会比之前更艰苦 更艰苦 到最后那个城市就是在沙漠旁边嘛 什么都没有 外面你可能要坐车 坐的十几公里之外 才有那个集市 你才能买买菜啊 买买水果 就像是对生活的一个新的认识吧 买菜 那不是